各位亲爱的会友请尽数就座 本场次如何有效讲评的教育训练 即将在一分钟后开始 为了顾及教育训练的顺利与品质 请记得将您的手机关机或转为振动 感谢您的合作 各位本场次的教育训练现在开始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主持人许碧霞 我们热情期待的教育训练终于来了 我们知道演讲追求的是 内容的品质与时间的效率 然而这些有待于讲评者的回馈来帮助我们提升 今天马上就让你可以分享到 演讲者的亲身经历实实在在的 今天我们的演讲者非常特别 在他加入演讲会短短的七年就有傲人的成绩 第五年他就拿到了杰出会友DTM 你知道吗 再来去年可贵的是他又拿到了国语的讲评 与演讲的双冠王 你们说厉不厉害 厉害 我们知道目前他更是新制图与快速记忆的讲师 四个非常多重角色的精英 让我们也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讲师 洪昆山出场 好谢谢我们美丽可爱的主持人 好即使叫我洪昆山讲师呢 我觉得有点不习惯 差点认不出那是我的名字 我在演讲会七年 大家都叫我什么知道吗 大家都叫我SAM 因为我是英文会的 所以总会长要叫我接这个教育训练 我是有点吓一跳 我想说你怎么会叫一个英文会的来做国语的教育训练 好我加入演讲因为七年 我发现参加第一场早上的教育训练的会友都有一个特质 你们知道是什么特质吗 年纪比较大 年纪比较大 肯学习 还有吗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根据我七年来的观察 什么特质 看有没有人讲出标准答案 不要脸 不要脸 还有吗 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都很累 好这边做个调查 昨天睡不到四小时的可以举下手吗 大概有三分之一 因为你要参加年会早上的低产教育训练 你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是吗 所以我们给这些睡不饱又很累的会员一个掌声 好吗 好今天这个题目呢是如何有效讲评 其实我在讲这个题目之前 我自己也吓一跳 因为那时候总会长问我说 我在演讲会比较擅长的是什么 我跟他说演讲或者是集洗 结果他隔天跟我说那你做讲评好了 好 如何有效讲评 你觉得讲评重要吗 为什么重要 可以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还有吗 自己进步 自己进步还有吗 还有吗 有效回馈 有效回馈 还有吗 发现优点 发现优点 等一下我们会很多的练习 都是两个两个一组 很多的练习 好 那如何有效讲评呢 其实在我们总会是有教育训练的教材 有看过这本教材的可以举下手吗 好 总会的教育训练讲评那本教材叫什么名字 有人知道吗 叫做讲评的艺术 The Art of Evaluation 讲评的艺术 那我会先带一下公版 好 什么是讲评 第一个 他没有老师 他是互相学习 所以有人都会问说 我们演讲会有老师吗 其实是没有的 我们都是互相学习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好 第二个 他不是一个很 他不是一个研讨会 他是非常个人化的 所以同一个演讲者 每个人讲评的方式都不一样 很个人化 第三个是 讲者可以得到回馈 讲者可以得到回馈 那为什么讲评重要呢 对演讲者来讲 我们对他的付出可以得到肯定 增加他的信心 有机会成长 公版我会带比较快 因为我觉得SAN版比较重要 所以公版会快一点 对讲评者来讲呢 更会听更会讲 更知道有效反法 支持讲者和分会 那对分会来讲呢 他是会议的重要指标 其实每一场meeting 都有讲评 对不对 如果一个会议没有了讲评 他就不是演讲会了 所以他是会议的重要指标 促进支持新的细分 更有趣 好 当你是讲评的 当你是讲评的时候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讲评前要注意什么事情 project 有人讲到正确答案了 还有吗 好 讲评前就是先看手册 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在讲评前有看手册的 可以举一下手吗 你们都逼我还有良心 其实我有时候也没看 好 那讲评的时候 就是做讲评 那最后的时候呢 就是私底下给 会有更多的鼓励及回馈 好 凭他们如何说 不是说什么 其实我做讲评训练这么多 我发现 会有这个地方 常常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 凭他们如何说 不是说什么 有人可以解释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不要凭他的内容 例如他今天讲到 他觉得最好的候选的 是科文者 你千万不要跟他说 我觉得是韩国语 这样就不好了 我们不能凭他的内容 我们只能凭他的什么 只能凭技巧 如果他今天的内容 你不喜欢 你也不可以批评他的内容 我们只能针对技巧 只能针对技巧 好 然后是凭演讲的技巧 不是凭演讲者 你不能说 我觉得你有个缺点 就是长得不够帅 这是不可以的 好吗 不能凭演讲者 要凭演讲的部分 好 再来是3K技巧 3K有哪3K 有哪个会有知道的 Kiss Kick Kiss Kiss Kick Kiss 太好了 你都知道标准答案了 你还来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 好 Kiss Kick Kiss 好 那其实讲评的技巧运用呢 在我们生活 也是很有帮助 一般来讲 例如说 今天的麦克风出问题 如果我直接批评的话 可能是这样子 你那个主办单位 连麦克风都没事 这个活动办得很糟 那试试听的 感觉很不舒服 那如果你用3K的技巧 可以先说 你今天这场教育训练办得不错 如果可以注意麦克风 有没有电 下一场会更好 那这次讲的感觉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的讲评 简单来讲 就是一定要先Kiss 讲它好的地方 然后再Kick 讲它要改进的地方 最后是讲它 鼓励它 让它走下去的动力 就是鼓励它 好 公版结束了 快不快 我们给演讲会的公版 一个掌声好 因为它已经下台了 下课了 好 一开始我有提到 总会长问我 我哪个比较在上场 我是跟他说演讲跟集席 那他叫我接讲评 为什么我敢接 你知道吗 因为对我来讲 演讲跟讲评 它们简直是一样的东西 好 因为演讲跟讲评呢 它们用到的方法叫做三告数法 三告数法是哪三个告诉 有会有知道的吗 三告数法 皇家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太好了 好 不知道那讲才有意义 好 三告数法 第一个告诉是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第二个告诉是 告诉你们了 第三个告诉是 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了吗 那其实三告数法呢 不只在演讲用得到 在八卦也常常用得到 你们知道哪方面的八卦 用三告数法的比例是最多的吗 哪一种八卦 诡文 诡文 谁讲的 对就是诡文 他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告诉什么 你知道隔壁成太太跟老王在一起了吗 结论就是 隔壁成太太跟隔壁老王在一起 你们知道了吗 这是三告数法 那三告数法 简单来讲 就是有个开场论点 结论 好 我们的开场是什么还记得吗 刚才那个例子 陈太太跟隔壁老王在一起了吗 论点证据是什么 有什么证据 你们可以帮忙想一下吗 如果说你要说 陈太太跟隔壁老王在一起 她会有什么样的证据 你们可以提供的论点 我看到他们手牵手 太好了 还有什么论点 去喝咖啡 还有吗 好 所以记得 每一个演讲 他都要有论点 你一定要找到理由 一定要找到理由 那结论就是 结论就是 他们因为手牵手喝咖啡 跟刚才那位大哥讲的 所以我判定他们是有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演讲的架构 演讲的架构 好 那讲评的架构呢 也是一样 他有个开场 他的论点是什么 优点跟缺点嘛 几个优点 三个 几个改进的地方 三个 你是演讲会的吗 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子 好 几个优点 正常来讲是几个优点 三个优点 那几个改进的地方 两个 好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是三个优点 两个缺点 好 太好了 还有吗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三个优点 两个缺点 因为这样子讲完 刚好是落在 两分到三分钟之间 差不多是这样子 好 结论 好 那三个优点 两个缺点 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面临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优点 我不知道怎么讲 有这个问题的 可以举一下手吗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好 我就带大家一次 到底要怎么讲 那我希望呢 等一下你们都可以 两两步相练习 看到底要怎么讲 好 其实Kiss跟Kick很简单 它不是优点 就是缺点 同意吗 不是优点就是缺点 好 我举个例子 你今天眼睛跟观众有聚焦 这个就是优点吗 那缺点就是什么 没有聚焦 你今天的专有名词有解释 这是优点 那缺点是什么 专有名词没解释 你今天有在舞台走来走去 跟观众产生互动 这是优点 那缺点是什么 没有走来走去 没有互动 所以严格来讲 就是不是优点 就是缺点 那我会带大家走一次 我觉得可以讲的技巧方面 一个一个跟你们大家做分享 还记得我们的CC吗 我们第一个演讲希望是破冰 虽然它已经是过去式的 不过我觉得它的CC还是蛮受用 我就从CC来讲它的技巧 破冰 破冰可以讲缺点吗 不可以 所以破冰就是上台就是100分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优点 缺点好讲 所以破冰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技巧的 好 组织演讲C2 主要是你的演讲要有起承转合 这个可不可以讲优点跟缺点 可以 那优点要怎么讲 优点就是你有起承转合 优点就是说 我觉得你今天这篇 演讲很有结构 都有做起承转合 前后都有呼应 这个就是优点 那缺点怎么讲 对就是这样子啊 缺点就是 我觉得你这篇演讲的组织 架构不是很完整 你的前后没有呼应 没有起承转合 如果你可以注意前后呼应 起承转合 你的演讲就会更好 你就要给他建议嘛 好吧 我们两两来试一下 先跟他讲优点再讲缺点 就用 组织来讲用你的方法去讲 我再试一次给大家看 优点就是 我觉得你的组织演讲 组织很完整 你有做到起承转合前后呼应 那如果是改进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 我觉得你的起承转合 并没有做得很好 如果你可以做到有起承转合 有前后呼应 你的组织演讲会更好 懂这个逻辑吗 我们两两试一下 好不好 讲一个优点 讲一个改进的地方 好吗 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 我们两两试一下 好不好 好试一下 你们要学会这个逻辑 你讲评就很好做了 感谢观看 好 我们先练习到这边 因为时间有限 好 我们先回到这边 那我们的C3呢 是讲重点 还记得吗 应该都没有还给演讲会嘛 我们的C3是讲重点 然后讲重点呢 他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不要紧张 不要看稿 好 那不要紧张的优点怎么讲 对 你的台风非常文件 都不会紧张 这是优点 那缺点怎么讲 我觉得你有点紧张 如果你可以先做的伸展运动 还是深呼吸 就不会紧张 那抗稿优点怎么讲 我觉得你很厉害 你都没有抗稿 到背如流很自然 那有抗稿缺点要怎么讲 如果你不抗稿的话 把它练熟 你的演讲会更好 就是这样子嘛 不是好的就是坏的 坏的就是改进嘛 好吗 所以紧张你可以跟他讲 你一点都不紧张 很自在哦 这是优点嘛 缺点就是 你有点紧张 你一定要给建议嘛 如果你可以先做个伸展运动 深呼吸 你就不会紧张 演讲会更好 那抗稿也是一样 好吗 那我们两两练习 我们就挑一个来讲就好吗 去试一下那个感觉 讲好的跟讲感觉的 你试久了就有那个感觉 你的讲评就很好做了 好 我们再练习一下 好吗 一样是30秒 一人15秒 好吧 开始 好 我们先练习到这边 好 好 我们做了两次练习 你觉得你的讲评技巧有进步的 可以举一下手吗 很好 马上有效 好 好 细事 细事还记得吗 如何讲 那细事它的重点有两个 还记得拿两个吗 都写出来了 第一个是正确的字 第二个是最词 最词 好 那如果选字来讲 它做得很好 它的优点就是 我觉得你的字都选得很好 让大家都可以懂 这个就是优点嘛 那缺点就是 你选的这个字不是很适合 如果你可以选更好的字 大家会更容易懂 就是改进嘛 然后专有名词 你有讲到专有名词 可是你有解释 让大家都懂 这是优点嘛 缺点就是 你有讲到专有名词 可是你没有解释 大家不懂 如果你可以解释的话 你的演讲会更好 这个逻辑 ok 吗 好 我们要30秒 选一个 互相讲 好不好 一人15秒 走过30秒 好 开始 我只有一点快点 点遮响 我们的状态 我们就会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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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时间到 好,OK,我们看这边,我们时间到了 如果你觉得练习15秒不够赢的话 回去你可以每天练习,你要练习多久都可以 我们这边就是有时间限制,我们就先大概做个练习 好 肢体语言可以讲着就太多了 有哪几个,有没有专心看,有没有移动 有没有手势,有没有表情,眼睛有没有看观众 肢体平不平顺,自不自然 所以你发现,每次的演讲,它的优点缺点 是不是几乎都有肢体动作 你发现吗,有吗 我觉得肢体动作在讲评来讲,它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好,在这边做个调查 下午国台语有比赛讲评的可以举一下手吗 太好了,我觉得你们都会 前六名,好吗 不能讲前三名,会得罪那些没来的 好,那这第一语言呢,第一个是眼神 它的优点就是,你的眼神非常的有神 可以让观众感觉到你有自信 那如果是缺点就是,你的眼神有点飘掉 你要给建议嘛,如果你可以注视观众两到三秒钟 这样会更有说服力 它就是眼神的注视,我们叫eye contact 眼神的注视 移动呢,你掌控舞台的能力很好,有做到四单的移动 这个就是优点 然后缺点就是舞台很大,你一直站在中间不动 如果你可以左右移动,会更好 你发现,第二个好像讲的几率很高,对不对 讲的几率超高的,因为他很好讲 好,手势 你的手势做得很生动,可以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演讲 那缺点就是,你的手势没有什么运用 如果你可以运用手势的话,我们可以更明白你的演讲 你的演讲会更生动 好,这边很多,我们这三个选一个来试一下,不好,一按三十秒 好,我们开始,一按三十秒 三个选一个,三个选一个 我可以看一下总时间吗 好,时间到,我们先拉回来这边 好,这题语言 再来是表情 好的就是,你的表情非常的丰富 可以让我们更浓入你的演讲 那改进就是,你没有什么适当的表情 如果你有更适当的表情的变化 观众会更浓入你的演讲 那即使我对这个感同身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每次被讲评,这个都是缺点 大家跟我说,你表情要变啊 讲到开心要开心啊 不然都不笑啊 所以这个,凭我的几乎都会讲到这个 几率超过八成哦 因为我没什么好评 这个一定会被评到 好,眼睛注视 你的眼神移动得非常好 你有注视到全场的观众 这个就是优点 那缺点就是 我发现你的眼神都只偏这边 如果你可以照顾到右边跟中间的观众会更好 这个就是眼神的注视 好,肢体平顺 你的肢体很自然很有自信 那如果是缺点就是 你的肢体不太自然 如果你可以怎样怎样的话会更有自信 好吗 那我们这三个一样选一个来讲好吗 好,两两互相练习 好,我们开始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時間到 好,那我們的C6還記得嗎? 我再幫大家複習CC哦 因為CC已經快被大家遺忘了,是不是? 好,再幫大家複使CC 好,C6就是Vocal Variety,聲音語調 它有大小音調速度停頓聲音自然平順 好,那它的講法其實都一樣 優點就是你的聲音有大有小 可以讓我們更清楚整個演講重要的情節在哪邊 那缺點就是你的聲音沒有明顯的大小 如果有四單的大小聲 可以更突出重要的情節部分 那音調速度跟停頓都一樣 哦,我有些字打錯哦 好,我們要念習 你要講大小音調速度停頓都可以 我們再試一下好嗎? 就是用這個邏輯去試一下 一樣30秒 好,我們開始 好,我們時間到 好,我們時間到 好,我們先到這邊齁 其實音調呢,我真的又很有感覺齁 因為每次評我的,我的音調都會被評到 他會跟你說,你有腳聲扮演 可是你的聲音都一樣啊 有沒有,沒有那種高低起伏 沒有那種男生跟女生的差別 所以我的音調也是在我講評 也是講評我的人很好講評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再好分會做演講 我有去算過齁 我的音調跟字體語言跟面部表情幾乎都佔了九成 對,致命傷 好,C7,Research 好,Research主要是說你這篇演講有沒有收集資訊 有沒有用到什麼事實、圖片或數字 好,那如果是優點就是說 你這邊有做很詳細的說明 例如說20%啊,全世界第一啊 這種的數字讓你的演講更有說服力 那如果是缺點改進的話 就是變成,如果你可以更詳細的說明 例如說是20% 世界前幾大 這樣你的演講會更有說服力 這個就是我們C7,Research的講法 好,我們要試一下好嗎 我們要試一下 好,我們先到這邊 然後第八個是Visual Ads 道具的使用 好,那道具的使用呢 好的要怎麼講 好的要怎麼講 你們現在應該有那種邏輯的啊 如果他道具使用的好,要怎麼講 好,我們看一下 道具使用的好就是 你使用的這個道具很好 可以讓我們更清楚你要表達的事情 這個就是優點嘛 那缺點就是 如果你可以使用道具 我們可以更容易了解你要表達的事情 然後像我上一次在我們分會做的一篇演講 叫做基不可思 基不可思喔 你們覺得基不可思是什麼 手機不能遺失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手機不能遺失 那後來我的講評者就給我一個建議 你講到手機不能遺失 你講到手機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拿出手機讓大家看 大家會更有感覺 好,所以這就是這就是道具的使用 好,我們一樣試一下道具的使用的講評 我們試一下 兩點練習一下 很清楚 你講到什麼 既然你今天也有演講 好,我們時間到 好,那我們的C9呢,是說服 你有沒有用到說服的能力 好,那說服的優點怎麼講呢 你的演講很有說服力 讓聽眾能採取行動 那缺點就是呢 或許你可以試著說服觀眾 讓觀眾可以採取行動 所以這個邏輯有沒有越來越清楚了 它不是好的就是壞的嘛 好嗎,那其實說服也蠻好講的 我們來說服一下彼此好嗎 兩個人試一下 例子你可以隨便加 你可以即興的加都可以 好,好,我們先到這邊 最重要的是C10 inspire鼓舞 有人可以分辨出鼓舞跟說服差在哪邊嗎 我覺得很多,我覺得很多會員這兩個都會搞混喔 鼓舞跟說服差在哪邊 鼓舞就是鼓勵別人去做 說服就是要他相信某個東西 好,也可以喔 還有嗎 馬上去行動 說服只是被迫跟著做 鼓舞的話你要帶頭做 對,還有嗎 主動被動 主動被動 其實他的答案很多 不過對我來講呢 我會覺得說服就是叫你不要去做那件事情 鼓舞就是叫你去做那件事情 對 沒有,他的定義有很多 對我來講我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說服,例如說我要說服你不要抽菸 說服是不要做壞的事情 鼓舞是去做好的事情 例如說我們要健康 如果我是用說服的角度 就是說服大家不要抽菸,不要熬夜 好,如果睡不飽 千萬不要來參加早上第一場的教育訓練 很傷身體 這個就是說服 那鼓舞就是要運動 要健康 我們才會有更好的生活 這個就是鼓舞 所以說服跟鼓舞 對我而言 說服就是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 鼓舞就是去做好的事情 所以說服跟鼓舞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發揮的 好,那鼓舞呢 好的就是你的演講有鼓舞效果 讓聽眾可以採取行動 那不就是建議的話就是 你可以試著去鼓舞聽眾 讓聽眾可以採取行動 好嗎?我們再試一下好嗎?30秒 就是你去做好嗎? 每一天都要吃的 不是一天的 好,是一天後半小騷子 那我是另外一個 你下次今天的演講非常棒 你的情緒感動 那我們先到這邊 那我跟大家複習一下整個的流程 等一下要上台來表演 先讓大家複習一下流程 第一個開場 我覺得你這篇演講怎麼樣怎麼樣 很感動很感人都可以 開場就是我覺得你這篇演講怎麼樣 我現在講的是基本的流程 當然裡面你可以把它很豐富都可以 我覺得你這篇演講怎麼樣 然後再來是三個優點要舉例 應該不困難吧 從一個演講找出三個優點 然後要舉例 例如說他有做到演進出事 你就要講出來 他有做到演進出事 他有舞台移動 你就講出來 他有做舞台移動 第二個 良改進要有建議 這個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要有建議呢 為什麼要有建議 例如說 因為我發現你的眼神沒有聚焦 這個叫什麼 缺點問題 可是你沒有建議 那怎麼建議 你要跟觀眾有眼神交集 從這邊看到中間 再看到左邊 然後再看回來 這個就是改進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建議很重要 好我們講實務一點 為什麼一定要有建議 才會決定是三一 才會決定是三一 還有嗎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樣分數才會高 好嗎 那個有參加獎評 現在可以再舉一下手嗎 好嗎 記得 不能只主持 不能只說他的問題 你一定要給建議 這樣分數才會高 很多人都沒給建議 我覺得你的組織演講 那個結構不好 我覺得你的舞台沒有移動 這個都只是 指出問題 可是你一定要建議 有建議分數才會高 好 可是總結也要講喔 你是哪三個優點 哪兩個缺點 最有鼓勵 我覺得你的下一品 你講會更好 他就是一個很完整的講評 你知道沒做總結 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扣15分 標準答案 真的 沒做總結 就是你那個15分會 分數會拿不高 然後我發現 很多人都不愛做總結 為什麼 你們知道嗎 來不及 真的 很多人 都是因為來不及 他看到紅旗 他要做總結 他已經來不及了 好嗎 所以你一定要養成習慣 看到黃旗 就是做總結 就是做總結 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演講 他正確的時間規劃 一個講評的時間規劃 應該是怎麼樣 以我來講 開場 就是 大概抓15秒的時間 組織架構 40秒 優點 第一個 第二個優點 15秒 第三個優點 15秒 為什麼組織架構 要加到40秒 你們知道嗎 第一個 組織架構可以花掉比較多的時間 第二個 評審可以知道 你真的懂得他在講什麼 所以組織架構 所以組織架構 你去看我的每一篇評論比賽 講評比賽 我一定都會講組織架構 然後缺點呢 是第一個改進20秒 第二個改進30秒 會講多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總結 三個優點 兩個缺點 在25秒 然後最後結論20秒 你會發現這加起來 剛好是什麼時間 講評的時間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看到緩起 我就會做總結 我發現做總結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參加比賽的 你一定要訓練成 看到黃旗就做總結 好 如果用新制圖來呈現呢 大概是這樣子 開場 你這篇演講怎麼樣 優點 講三個優點 改進講兩個 結論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嗎 那我們一樣兩兩一組 我們把這個流程講出來 好嗎 有一個開場 三個優點 兩個缺點 結論就是三個優點 兩個缺點 結論 好嗎 我們互相跟對方說一下 好嗎 把這個流程記起來 這什麼事 好我們先到這邊 好 好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於獎評的比賽的一些 計分方式 第一個 這個40分是什麼 知道嗎 40分我把它定義為 我們所講的優點 你分析的對不對 那這個30分呢 兩個改進嘛 好 那這15分呢 是你講的技巧 那最後15分呢 結論 結論 所以很多人如果沒有拿到這15分 他大概就不太會贏了 所以你只要有把握到這兩塊 三個優點 兩個缺點 結論 你的分數就不會差到哪邊去了 就像上一年的冠軍 我覺得他 這個15分拿的沒有很好 可是他其他的都有拿到 好那上一年的冠軍 他的獎評內容你們還記得嗎 我給大家複習一下 他的開場 只講父親如果怎麼了 母親如果怎麼了 帶出來 他這邊演講母親的重要性 然後他有三個優點 第一個是有組織交構 文字運用的很好 很幽默 那兩個改進呢 第一個是聲韻語調 第二個是採取行動 那結論呢 就是把這三個跟那兩個再講一次 然後再做個結尾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一年獎評冠軍的影片好嗎 你看他有沒有符合這個方法 是不是照著規矩在走 雖然他可能不是最好的獎評 但是我跟你講用在比賽真的很實用 真的很實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一年的獎評冠軍的影片 好我們稍等一下齁 其實我三年拿到那個冠軍啊 就有些會友跟我說 你講的也不好笑 你怎麼會中冠軍 他講那有的人 如果在冠冠軍的 我覺得他比你好啊 對啊 所以有些會友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跟他說 各位演講吧 不是不是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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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拉到我講的部分 喂 從小把我們拉拔掌 公理也是有 主題有呼應 慧珍今天的演講 他的結構跟我們忘真 從一開始他跟我們說 他有個可愛的媽媽 是 媽 落走了 回家的路就遠了 母親落走了 回家的路就遠了 好 這樣就好 你等一下看他 等一下看他怎麼講評 是不是照那個方法 父親落走了 回家的路就遠了 母親落走了 回家的路就斷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母親在我們心目中 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感謝今天 慧珍的演講 再度提醒了我們 母親的重要性 慧珍今天的演講 他的結構非常的完整 從一開始他跟我們說 他有個可愛的媽媽 再來是他開始對他媽媽不耐煩 直到一個轉折點 他媽媽不見了 體會到母親的重要性 最後他開始實踐 去照顧 去愛護他的母親 所以慧珍 他整個演講結構 是非常嚴正的 再來我覺得慧珍 他的用語蝶字 也非常的優美 例如他講到 母親的愛 就像春天的和風 夏天的嬌養 所以母親的愛 愛要急死 愛要隨死 這個都是非常好的 文字運用 然後再來 我覺得慧珍 他也是屬於一種 幽默型的演講者 我覺得他的演講裡面 感傷但是又帶點幽默 我們得到了很多的笑聲 尤其是他講到 媽不在床上那一段 大家都笑翻了 可是我們知道 慧珍他在撲梗的功力 是一流的 然後在這邊 我想給慧珍兩個小小的建議 第一個 是你裡面有用到 許多的角色扮演 你的弟弟 你的妹妹 你 還有你媽媽 那如果用到角色扮演的時候 語氣可以再強烈一點 那整個演講 他會更生動 第二個是有關於他的結尾 他的結尾雖然是說 真的愛你 跟他的主題有呼應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強烈 一個好的演講 應該鼓勵我們的觀眾 去採取行動 或許在他的結尾 他可以加入 現在就打點搭 現在就拿起電話 打電話跟母親說 我愛你 我覺得這樣子 鼓勵聽眾去採取行動 整個演講會更有價值 總而言之 但是我覺得 魏貞今天的演講 他的組織架構非常地完整 再來他的文字應用非常地優美 他的鋪梗功力也是一流 如果他可以再注意 如果有用到角色扮演 聲音要再強烈一點 這樣會更好 還有他的結尾 可以鼓勵大家 去採取某些行動 我們都知道母親非常地重要 我今天也要感謝我媽媽 來到了現場 來 來 好 最後呢 我要用慧珍的結尾來送給我媽 媽 真的愛你喔 謝謝你 關掉了 這是一場 其實你看 我在講評的時候 也是會卡卡 講話也是會 也是會有點不自然 舞台移動也是沒有很好 也沒有什麼眼神的交集 所以我大概是這邊 分數有被扣到 可是我敢確定的是 我的三個優點 兩個改進 我的結論 我都有拿到分數 所以有會有就跟我說 我怎麼看都覺得你不會簽三名 為什麼你會第一名 我就跟他說 你有看過評分表嗎 他跟我說 沒有什麼是評分表 對啊 所以你在比賽之前 不管是演講或講評 你一定要去了解他的評分表 然後 這個開場 三個優點 兩個缺點 總結 這個對我們來講 一定要把它熟悉化 因為它是最好的講評方式 他絕對不是上來 好像在自己演講一樣 講得很開心 然後觀眾也聽得很開心 可是實際上 他不是講評 他是另外一篇演講 所以講評比賽 你就是要照著講評的方法走 這就是剛才那一篇的 我的結構 我腦海中的結構 好 我們講評呢 其實就是學習嘛 第一個 如何去聽 第二個 如何去思考 最後 如何去把它講出來 如何去把它講出來 那像我來講 我前兩年當過 我前兩年當過 txt speaker 測試演講者 測試演講者 你知道嗎 英語會有13個演講冠軍在講評我 我的缺點是什麼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 我那篇演講的缺點 很好猜啊 你們沒有看 你們都猜得出來了 沒有移動 沒有移動 還有嗎 沒有表情 還有嗎 沒有語調 還有嗎 咬字不清楚 對 還有嗎 真的哦 你可以去看那一場影片 好像在前年 在 在哪邊 在台中 維格那一次 我當txt speaker 有13 13個部的演講者 講評冠軍 都在評論我 說你的肢體語言 就應該這樣子啊 應該怎樣怎樣怎樣啊 可是你知道嗎 他們後來都是底下來找我 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是為了比賽 可是我跟你講 那就是你的style 你不用特地改 因為他跟我說 如果我改了 我就不是那樣的演講者了 對 所以 我們有時候給的建議 我覺得是對演講者 很有幫助的 如果這個建議 對演講者沒有什麼幫助 至少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你同意嗎 如果這個建議 對他來講 不是有幫助的 可是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 第一個是提醒我們自己 第二個是 我們有沒有做到這三個動作 有沒有去仔細聽 有沒有去想要怎麼講 有沒有去把它講出來 如果你沒有當獎品 你害怕當獎品的話 就是人家演講 你就是在下面發呆而已 是嗎 應該是吧 所以記得演講並不困難 你一定要當獎品 因為他是訓練自己的好機會 那接下來我們來玩個小遊戲 這邊有13個選項 我們就是開場 三個優點 兩個改進 一個結尾 我們來試一下好嗎 兩兩一組 我們給你們 我給你們五分鐘好嗎 兩兩一組 你去把那個流程講出來 然後至於中間你要怎麼講 你要怎麼講都可以 兩兩一組 時間大概是一人一分半 好嗎 開場 三個優點 兩個缺點 結論 一定要有結論哦 就針對這13個 你選五個來講 好嗎 三好兩壞 選五個來講 我們要是兩兩一組 兩兩一組 好我們開始試一下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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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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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